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山下淳衣和徐步军到底要干什么 你是我的软肋 我不想让你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我不想当你的软肋 我要当你的盔甲 你是我的平安府 那以后遇到了什么危险 都要告诉我 我也想保护你 廖叔 我想走条新路 你可要考虑清楚了 在这个混乱的世道里 没有谁是赢家 与其争名夺利 不如为这天下人 争一个好世道 你还好吗 徐光耀 我不想成为你的敌人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们在战场上相见 我一定不会心软 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你还记得 你第一次陪我来这里的时候 我喊的是什么吗 上海 我回来了 那时候 以为你守着上海 我守着穆家 咱们总能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 对不起 干嘛说对不起啊 难道你这个江城镇守使上任 不带家眷的 四小姐发来电报 说她不能来参加婚礼了 她真的猜到你的打算了 谭思 以我的名义 等一份声明 就是谭家四小姐 谭桑鱼 生性顽劣 无逆长辈 故将其开除出谭氏宗司 谭司令 是北京政府任命的镇守使 可带来的这些私兵 我不能接受 我只想带他们回家而已 他们只不过是 上海一个商会的民团霸 把这些人带回来 不太合适吧 江城来电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谭轩鱼没有发现 他能死在江城 也算是落叶归根了 没事吧 呼吸不上来了